我就是秉文的妈妈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为什么从社会局通知你一直到了今天 你都不去接她呢 我们是想知道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啦 还有什么难言之隐的 讲话为什么要这么婉转呢 我就直说了 像你现在这样子自己过得很好 所以不愿意去接她了是吗 也不愿意去照顾她了是吗 你知道你这样子的行为 是一个很自私的母亲吗 我们都认识秉文 尤其是秉文 秉文被欺负的时候都是秉文在帮她的 这个黄黑人帮她问习功课 刚刚跟你亲缘的韩律师 安抚她的情绪 你呢 像你是一个这样子不负责任的人 如果说今天你的商品卖到了市面 真的出了问题 你会负责吗 公司今天愿意帮你拍摄 愿意帮你宣传 甚至愿意帮你策展 但很抱歉 我个人不愿意参与 我想你们都误会我了 我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 我也尽力地想去弥补这一切 所以今天我才会买房子 就是为了借秉文过来一起住 我已经再婚 就我的立场 我必须得到我现在深深同意与支持 所以我才说我要买房子 是你介绍亮亮给我的不是吗 所以呢 现在房子已经弄好了 我也可以讲比我接过来住 我 我就说嘛 怎么可能有那么很近的妈妈 我妈好像为人家了 韩律师 宾文 宾文 你玩了 李TV 历史线上影视 李TV 李TV 李TV